屏东市有个善公基督教会教友的几乎都是街友 创办人许文龙牧师还有妻子许惠美 七年来一直提供热食 还有洗澡的处所给他们 在固定聚会当中用圣经来开导这群社会的边缘人 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厨房里正忙着准备二十人的晚餐 按照惯例今晚一样有八道菜 煮菜的不是厨师而是牧师 也是善公基督教会创办人许文龙 许文龙牧师和师母徐惠美 从七年前开始在教会里供餐给游民 供应热食之外 洗澡也是游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也是有的 就是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他们 被洗澡 就让他们洗澡这样子 这里也是一样 很方便 很方便 这样都不洗 谢谢 谢谢 生喝唱了 也祷告了 该是用餐的时刻了 今晚来的几乎都是老面孔 有的也来了好些年了 虽然不是什么大鱼大肉的 但眼前这些热食 却是最珍贵的 最美味的 许牧师夫妻俩照顾这些游民 每个月的开销虽然只要五万元 但却也是一项负担 许牧师不像外幕款 但总是有一股力量支撑他 都没有老面孔 都没有老面孔 所以缺少的也是要糟糕 记得 记得的东西就真的 所愿 每天经历审 这些游民 刚才在客人 真的是不需要 你们就画一下 就自己的位置画一下 另外 许牧师也在学校担任社团的外聘老师 教的是美术 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些经费 终点费 那我们就做给他 就真的很热心 对学生的帮助也很大 牧师趁着空闲时 出来教课筹错经费 要不就是靠别的社团的照应 不如小补 这天许牧师夫妻俩 来到另一个关怀协会 来分享高丽菜 这对夫妻其实是蛮让我感动的 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 能够帮助这些社会 比较会设地带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这边 如果有多的东西 用不到的 我们就会分享给他们这样子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只是煮这一样 水饺可以放比较久 所以咯 高丽菜就成了餐桌上的水饺 用公餐的方式吸引 皆有走进教会只是个手段 其实最重要的是心灵辅导 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整四人都吃不饭 主要是说真的都要心灵的教育 那心灵人教育你们要教育他们什么 我们是用圣经的教导 就鼓励他们 生命方面可以成长 不用一四人 不用一四人很可能 赵隆正在整修的三楼透天措 许牧师夫妻将要把他打造成共生家园 在这里提供的照顾可多了 可说是街友的中途之家 来帮忙整修的街友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许牧师常刮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施比受更有福 所以他们夫妻俩从照顾服事别人当中得到喜乐 但也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时间 所以我们很多时间我们夫妻两个人 很多时间几乎都在关心一些需要帮助的 应该十几年都没有看电影的 还有人有没有出去玩 没有很少 出去玩我们去探访 探访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附近的地方 就会逛一下 这样就觉得蛮满足的也蛮喜乐的 有家归不得或是不愿意回家的街友 都有不堪的过往 还有无望的未来 彷徨无助 放逐自我 甚至可能成了社会问题 索性上帝派来的许牧师和他的妻子 要把他们从社会的边缘拉回来 民事记者和民生 评论报导